一匹出色的马 一个春天的傍晚 妈妈牵着妹妹 爸爸牵着我 一起到郊外去散步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 河水碧绿碧绿的 微风吹过 翻起层层拨纹 河岸上垂下来的柳叶 拂过妈妈和爸爸的头发 我和妹妹看着都笑了 路的一边是田野 层层绿绿的非常可爱 像一片柔软的绿毯 春天的郊外 景色异常美丽 我们一边看 一边走 路已经走了不少 却还恋恋不舍 不想回去 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妹妹求妈妈抱她 我很累 走不动了 抱抱我 妈妈摇摇头 回答说 不行啊 我也很累 抱不动你了 妹妹妹 忧心地跨上马 蹦蹦跳跳地 奔向前去 等我们回到家时 她已经在门口迎接我们 笑着说 我早回来了 终于修好了 唐朝 我来了 答对三个问题 才能成功穿越时空 请听题 第一题 读出这些汉字 太简单了 识 第二题 在填字格里 写出这两个汉字 练 点 横 竖 竖 撇 点 点 斜勾 点 点 拨 点 点 点 提 横 勾 撇 竖 横 撇 那 第三题 匹 匹字的偏旁 是什么 匹 是半包围结构 偏旁 不守 是半框 恭喜你 答对了所有问题 成功启动 时空穿梭机 我要去唐朝当皇帝了 不好 失灵了 现在即将穿越回三十年前 穿越任务开启 让一个小孩子感到开心 完成任务后 方可回到现代社会 什么 会孩子开心 这是什么鬼任务 啊 小妹妹 你怎么了 老师让我们写叠词 可是我不会 这么简单 我正好知道两种 我来教你吧 一种是像 碧绿碧绿这样的 这类词 有雪白雪白 整理整理 讨论讨论 思考思考 还有一种 像蹦蹦跳跳这样的 比如 高高兴兴 震认真真 急急忙忙 开开心心 大哥哥 真是太棒了 那你现在开心了吗 还是不开心 老师让我们写比喻句 我也不会 简单 你看 小女孩的脸 像红苹果 这就是比喻句啊 不懂 小女孩的脸 和红苹果 有共同的特点 都是红红的 圆圆的 原来是这样啊 我会了 爸爸像妈妈一样勤劳 也是比喻句 不对 不对 比喻句的两个事物 不能是同一类 爸爸和妈妈都是人类 所以不是比喻句 有了 妈妈像小蜜蜂一样勤劳 这是比喻句了吧 嗯 对了 如此可叫也 你再看这句话 鹿的一边是田野 葱葱绿绿的 非常可爱 像一片 柔软的绿毯 我知道 这也是比喻句 田野和绿毯一样 很柔软 又都是绿色的 所以田野像绿毯 哼 作业终于做好了 现在是不是开心了 还是不开心 啊 你再看看 这些美景 碧绿的河水 绿油油的草地 多美啊 哦 小孩子真难哄啊 给你 自己去玩吧 时间到 任务没有完成 麻豆无法回到现代社会 什么 为什么 真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啊 嗯 青梅竹马 福子 你有青梅 给我一颗吃吧 还有竹马 也拿出来让我玩玩 就知道吃喝玩 什么时候能多看看书 长点见识啊 嗯 不是吃玩 那是什么 青梅竹马 出自李白的一首诗 《长肝醒》 狼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肝里 两小无闲菜 后来人们就以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来形容男女儿童之间 两小无猜的轻壮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竹马到底是什么马 是不是非常高大威猛 把竹竿当成马骑 就是尸里的竹马 啊 不是真的马 不过比真马更好玩哟 又哄我 文雅 这是你的马 快骑着回家吧 好啊 竹马一定很快 我马上就能回家了 驾 哼 幼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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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